我们来看火箭对阵袁斯郡的第四局 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复杂的 火箭领先51分 好球这杆防守防的很到位 用黄球挡住了左下方的这一颗 丝毫没漏机会给火箭 看一下这个左下方底带有长台了 还是没有选择去进攻 继续来防 空干了 袁斯郡肯定是有压力的 手紧正常 送了四分 摆回去充结 还是一库来勾薄鞭 又没有勾到 这个要给警告了 不能再解了 再解不到直接判复的 因为这是有可以直接看到全球的红球的 这些打吧 他是怕漏球 所以说故意不解走下方 可以拼一干长台吗 大力出奇迹 并没有漏球 右下方底带好像有长台机会啊 看火箭打不打 好球 打的是如此丝滑 低分彩 先把这个带口的咖啡打回点位 这个球强火老师可以一杆超分了 选择绿球了 绿球也没问题 两库吃一下带脚 然后接 这算是最上方的一颗了 好球 打进以后接黑球 超分了 领先64 台面59 吃苦弹起来 再吃右下方底带就没问题 来个青台 当然这一杆是没有百分干的 火箭是51分的时候断掉 然后原刺镜又送了两杆 好 顶一下这个红球 顶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黑球还能架到 中高杆推两裤绕带脚 篮球也有向上角度 黑球也有向上角度 比赛是飞快 再走 好球 黄球叫到 又是一个青台 绿球要继续叫黄球的同弹 火箭这就把世界第一的排名 稳稳的拿到手中 布雷切尔是武汉公开赛退赛了 火箭这就奔着八强来了 八强是16,000好像 16,000还是2万 吃库再弹起来 粉球打进 厉害啊 这个球这是 不管多难啊 都是信手拈篮 地干拉回来叫黑球 黑球没打进 好的 这样的话3比1进入到中场休息事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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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